新华社联合国4月22日电,记者林远,联合国安理会2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斯里兰卡发生的系列恐怖袭击。 声明说,这些恐怖袭击,是令人发指和懦弱的行为。 安理会成员向遇难者家属,和斯里兰卡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住院伤者尽快和完全康复。 安理会强调,必须严厉追究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组织者、资助者和赞助者的责任,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安理会敦促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 在这一问题上,与斯里兰卡政府,及所有其他有关当局积极进行合作。 当地时间21日,斯里兰卡接连发生八起爆炸。 地点包括首都科伦坡等地的四家酒店、三处教堂,和一处住宅区,已造成290人死亡。 超过500人受伤。 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郭振豪,印度经济时报5日报道称。 印度海军近日提出在本土仿造英国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详细计划。 英业双方已就此事展开谈判。 不过,英方不愿就此事做出进一步说明。 印媒称,印度海军计划一英国6、5万吨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蓝本。 在英方的技术指导和硬件支持下,于2022年在印度本土建造一艘山寨版航母,初步定名为维山二号、RNSV舍。 这将成为印度政府所推动的印度制造计划的一部分。 英国星期日竟报披露。 印度代表团已访问了位于苏格兰地罗塞斯造船厂。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就是在该厂组装完成的。 姊妹建威尔士亲王号,现在也正在那里建造。 按照计划,如果应应双方能够谈妥协议。 仿造伊丽莎白女王的新航母,将在印度制造。 英国公司将提供许多部件支持。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设计版权,属于英国BAE集团和法国泰雷兹集团公司。 BAE公司发言人表示,已经开始与印方进行讨论,可以修改航母的初始设计方案。 以适应印度海军和印度本土工业的要求。 印度建议的唯一航母,来自前苏联建造的戈尔什科夫海军援帅号。 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已建造多年。 至今未能服役。 向英国寻求仿造伊丽莎白女王号。 可能意味着,印度以部分放弃建造完全国产维莎尔号航母的计划。 从完全自主改为来料加工。 At Sevilla Deadposts, 7,500,000 on the 31, 环球网军事2月21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20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街中的所有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都已在部署地展开训练。 俄罗斯总统普京,2019年2月20日,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 在2018年国情咨文中提到的先进武器原型和系统的研发工作,正在继续按照计划协调有序的进行。 总统指出,这其中包括先锋导弹、萨尔玛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波赛东无人前航器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俄国防部在消息中说,接装的所有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都已在指定部署地展开训练。 该系统是一种新的高科技现代武器。 俄国防部表示,装备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的部队,已经接受了再培训。 目前,接装部队官兵,正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俄罗斯RUN TV电视台5月13日报道称,两艘配备口径巡航导弹的俄罗斯现代化军舰,格里哥罗为其海军援帅号护卫舰,和奥列霍卧组叶卧号小型导弹舰,近日驶入俄海军基地所在的叙利亚塔尔图斯港。 报道称,这两艘军舰都将入列俄罗斯,位于塔尔图斯的舰艇编队。 奥列霍卧组叶卧号小型导弹舰舰长阿列克谢奥尔利亚波夫表示,该舰主要任务是发现、跟踪、查明外国舰船,以及在地中海展示海军旗帜。 格里哥罗为其海军援帅号护卫舰舰长康斯坦丁阿克肖诺夫称,新的军舰,现代化的武器。 这将是一次有序的任务。 我们曾发射口径巡航导弹,打击地面目标。 俄罗斯一支舰艇分队,长期在地中海驻扎,大约由15艘战舰和支援船组成。 俄序之间曾签署关于塔尔图斯物资技术保障战的协议。 俄方可在此部署11艘以下军舰,包括核动力军舰。 塔尔图斯俄海军基地,目前部署有一个F400防空导弹营,和多个配备巡航导弹的冷保安机反舰系统。 据欧联网援引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 土耳其外交部长凯夫索格鲁25日表示, 美国宣布即将从叙利亚撤军。 法国则宣布继续驻军叙利亚。 倘若法国为保护库德族民兵,而再续留守驻军部队, 绝不会有任何好处。 报道称, 美国决定撤出在叙利亚的2000名地面部队, 令法国等多数盟邦表示震惊, 土耳其对美国撤军表示赞同, 因为此举可以让土耳其有效打击人民保卫军的库德族民兵武装。 卡夫索格鲁强调, 法国留守驻军部队, 为叙利亚的未来做出贡献。 那很好。 但是法国驻军, 如果只是为了想要保护库德族民兵, 那将对各方都会没有任何好处。 土方指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军, 是土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 属于恐怖组织, 而美军一直经由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与人民保卫军逆切合作。 打击伊斯兰国、张里荣、袁彪提, 与病魔较量。 他们抢赢了时间南部战区总医院救治一名病重军人测剂。 病人确诊为加层动脉爱情。 请求尽快安排接诊。 前不久, 南部战区总医院接到驻南宁某医院紧急来电。 驻云南空军某部军官围红江, 在南宁出差期间, 突发胸背部及上腹部剧烈疼痛。 经系统检查后, 发现病情危急。 主动脉加层是目前最复杂、最危险的心血管疾病之一。 体病级、进展快、临床、表现多样、物质率高。 爱情,则是最严重的主动脉加层。 尽早手术是挽救生命的唯一方法。 时间就是生命。 南部战区总医院, 立即通知在西安参加学术会议的心胸外科主任张卫达。 张卫达文讯, 当即暂停会议。 一边电话指导医院, 在转运过程中, 严格监测患者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 一边乘坐最早单次航班返回广州。 科室十多名医护人员步不上休息。 迅速建立输液通道, 安装监护仪, 准备血液。 各项术贤工作紧张有序展开。 您的未婚夫交给我们。 请放心吧。 电话里安慰过为红疆, 也在老家的未婚期。 张卫达立刻带领科室专家投入手术。 很快, 他们发现患者生主动脉, 其实不大面积环周样撕裂。 加层撕裂破口非常严重。 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摆在眼前, 将主动脉半及生主动脉一起替换可降低手术风险。 但患者可能要面临终身服药, 及血栓形成等术后症状。 采用主动脉痘修复技术, 能提高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 但手术难度更大, 风险极高。 准备主动脉斗修复。 张卫达团队简单商量后, 立即作出决定。 手术室内一片沉静。 张卫达不停转换着手术工具。 双手熟练操作。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治。 手术顺利完成。 患者被医护人员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在医院精心治疗下。 术后当日, 维红江就拔除了气管插管。 第二天便转入普通监护病房。 感谢总医院的领导和医生。 感谢部队。 把我儿子救了回来。 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维红江的母亲赶到医院后。